哈喽,大家好,我是Tia 那今天的视频呢,我想了好久,不知道该不该做 那今天呢,是想跟大家分享山鬼的新书的这一套长安刷 但因为这一套刷子是已经买不到了 然后,所以我就怕我分享完之后 大家会想说想去买,但是又买不到,心里会有点难过 我想了很久,就还是说分享一下 因为我真的还蛮喜欢这一套刷子 山鬼做刷子真的是很用心,我很喜欢他做刷子的那种态度 他做出来的刷子呢,真的很好用 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真诚的人 就是他不会鼓吹你说你什么都要去买 因为刷子的话还是得用 你不是买回家供着的嘛 因为如果你买回来供着就失去了这个刷子的意义了 这一套刷子呢是山鬼新出的 如果大家不知道山鬼的话可以去关注一下他的微博 他是一个国产化妆刷的设计者 然后他们家也是有淘宝店的 如果大家想买他们家的刷子的话 可以到他们淘宝店去买 但是这一套刷子呢是已经买完了 我相信他会出更好的刷子 所以说如果大家没有买到这一套刷子的话 真的不需要说很伤心或者怎么着的 因为我觉得他会出越来越好的刷子给大家用 刷子呢他总共其实是七把 因为他是一套便携刷 数没有那么多 然后他这一套名字呢是叫长安 大家看一下手柄的话就知道 他那个手柄的颜色是那种跟城墙的那种珠红色很接近 就这种赤红的这样的颜色 我觉得很好看很有味道很有质感 然后他是这种红配金的配色 就一看就感觉去很有韵味这样子 有三把是脸部的有四把是眼部的 然后这个刷柄的长度呢也会比正常的那种刷子的长度 会短一点 所以说他非常的便携 开心他又出了一套便携刷 因为这样子我又多了一套不用考虑可以带走的刷子了 这个刷毛呢还是延续了他的那种羊毛的一个材质 但是他这个羊毛真的比之前的刷子都要舒服 我看描述里是说这个脸部的刷子呢 他的刷毛是比空山新宇还要柔软 然后我摸了的感觉真的是太舒服了 很多妹子都是在微博里问我 Tia你最推荐他们家的刷子是什么 如果是脸部刷子的话 我很推荐空山新宇 因为我觉得空山新宇的脸部刷 无论是从刷型还有使用感 还有刷毛的那种毛质啊软硬程度啊 都是我觉得用下来我最适合的就是我最喜欢最符合我这个脸的一个刷子 所以人家只要问我推荐脸部刷的话 我一定毫不犹豫就说空山新宇 空山新宇真的很好用 那他这个毛质是比空山新宇还要软的 我拿出了空山新宇的这个GP08给大家看 其实这个形是一样的 真的他这个形状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但是他这个刷毛确实比空山新宇的这个刷毛更加的柔软 就是他那个柔软度会更加的好 山鬼是拿出了更好的毛去配上了他这个长安的饼 可见他对这一套刷子真的是别有用心 长安的这个刷毛除了更加柔软之外 我觉得他的弹性会更加的软弹一点 不知道我这个形容大家能不能明白 他的弹力会更加的好一点 就是空山新宇的话他其实也挺弹的了 但是长安这一版因为他软的来 会显得他弹力会更好 而且更加的细腻 就你能感觉到他的细腻感 这个呢就是他刷毛的一个区别了 然后形的话其实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就是形还是那几个刷形 他的样式版式还有他的刷毛会有一点点不一样而已 那这个应该是散粉刷 这个呢应该是撒红刷 因为它是也是这样半圆形的形状 跟空山新宇系列的撒红刷其实形状是一样的 然后用法其实也一样 这一把应该是高光刷 就拿来刷高光用的 因为像便携来说的话 其实我也觉得便携刷里面 粉底刷其实是蛮麻烦的 因为你如果是外出几天的话 你粉底刷刷个一两次之后的话 它那个粉底刷的话就会慢慢有刷痕了 通常我出去的话会带海绵跟粉底刷 因为这个取决于你要带出去多长时间 像粉底刷的话 我通常如果时间长我都要带两把 但是海绵蛋的话 它的那个使用度会比粉底刷会多那么几次 或者我会带那种一次性的那种海绵去用 这样子的话你用完就丢掉就好了 所以便携刷里面没有粉底刷 我觉得没有什么任何关系 散粉刷 你除了刷散粉之外 你也可以拿来修容 因为它这么大 然后它又是这样尖的 也可以拿来修容 其实都可以 然后这三把是面部刷 接下来是眼部刷 所以眼部刷的话 它的刷型也没有什么区别 就跟之前的吉地其实长的是类似的 它那个刷型就是固有的那种眼部刷的刷型 然后它这个应该是大号的打底刷 眼部刷的刷毛呢是比吉地还要软的 确实我这边拿了一个吉地的一个刷 它这个刷毛会带有一点点就是那种韧性 就是没有这个刷毛来的更加的细软 确实 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有昆山新雨的眼部刷 吉地的眼部刷 或者我之前有测评过的Servidivity 或者赤桃的那些眼部刷 我觉得其实都很好用的 这些刷子都很好 还有Rei合作刷 Rei合作刷那个眼影刷也很好用 所以这个如果大家买不到的话 没有必要去纠结 我觉得无所谓 你只要已经有其中的那种可以供你使用的 我觉得就OK了 接下来这一把呢就是那种blending brush了 就是可以拿来刷眼窝那个位置的这样的一个刷 这个就是小号的眼影刷 就是刷刷眼皮折周的位置啊 然后眼尾的熨染啊 也可以 接下来这个就是pencil brush了 也是拿来用作细节眼影来熨染用的 这一套刷子的话 它的刷型没有变化 所以我不需要做过多的一个解释或者测评 但是我还是会做这个视频 原因是因为我想让大家知道 山鬼真的做刷子很用心 我还蛮喜欢这一套刷子 大家不要觉得因为买不到 然后而觉得难过 因为我觉得山鬼还会出更好的刷子给大家用 如果有买到这套刷子的妹子的话呢 它的用法其实跟之前很多刷子的用法其实是一样的 大家就按照它那个描述里面去用 我觉得也就OK了 它这个毛的那种轻浮的感 高高斯大叔的那种毛质的那个轻浮感 有点类似 就真的就是 摸上脸就是那种享受的感觉 就是很舒服 但是别的刷子一样也很好哦 大家只要把手上你有的刷子都用起来的话 我觉得这样你的刷子没有浪费 就是一个很棒的事情了 那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的视频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也欢迎大家去关注我的公众议信号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